由寫起時代開始 人只可以用谷 即是雙手捧著這個動作 去做一個簡單的戲劇 後來懂得用火燒圖 人真真正正可以用陶瓷做這個戲名 所以我最喜歡做的陶瓷作品是碗 因為它代表了人類的一切 其實都源於一對手 同時長征著陶瓷的進化歷史 其實陶瓷是兩種不同的物質 通常一般都會在地上挖出來 在不同的層數 它會挖出不同的泥出來 面上那些會比較多雜質 沙石比較多 那些都比較像陶瓷 而瓷可能在地上比較深處 它們的黏性比較高 它們經過篩走一些沙石 和粗鞋的物質之後 形成了一種黏性很強的物料 中國和外國的陶瓷 都會有很大不同的風格 單單只是中國 例如雲南那些比較粗鞋 而在安徽省出名的景德鎮 因為那些陶瓷比較厲害 它們的工藝上也很好 所以它們的作品都會比較美觀 在香港學習陶瓷的學院已經不多 而且比起其他媒體 譬如繪畫、攝影 他們的陶瓷限制比較多 為甚麼呢?因為他們很多時候 都被人感覺上會做得很骯髒 適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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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 很多興趣學陶瓷的人都卻步 曾經有想過去內地跟師傅學習陶瓷 但首先我要離開香港 以來我要十分認同一個師傅跟他 我要跟他生活 學習他的技能 學習他的風格 以至他創作的方式 而且我一直都是香港長大 但我不想離開香港 在陶瓷上最大的題目就是 例如手錶 即是用手做和機器做的拉杯式 而手錶方面會有盆條、泥板 以拉杯來說 會有警察、拉杯、收杯 我覺得在藝術創作上 每個環節都會很重要 在過程上 若然有甚麼差錯或做得不小心 這個作品都會反映出來 例如我大力撕了一下 它可能會裂裂、會崩 所以每個過程上 我認為做圖者都很小心 每個步驟都覺得很重要 如果作品太偏向藝術 很多人都接觸不到 我覺得最好的圖詞 我覺得在不同的階段 都會有不同的感覺 我讀書的時候 覺得有好的碗 應該是又薄、又通透、又均勢 反而做一下做一下 我覺得原來 令到手拿起來舒服 看起來比較漂亮 和感覺上比較自然 我覺得是最難的 我希望我的作品 會在藝術上 和商業上得到平衡 我覺得成功這個字太沉重了 我不知道這把尺 如何衡量 是要出名的 還是要有錢的 我覺得每天可以做到 自己想做的事 可以繼續為藝術去奮鬥 我覺得我現在已經很成功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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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